人 要怎样度过这一生 好好的工作不干 去跳伞 知道有多危险吗 当初 从国企辞了工作 来跳伞 朋友们都说我疯了 冒不正夜 好久不见了 接个电话 喂 四年了 项目还没成过 毕业时国外的研究所 工资开到现在的好几倍 我没去 生日快乐 嫂丫头 生日都忘了吧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闺蜜说我 读书读得脑子坏了 早上好 他们都说我这个新来的 也就是个摆设 你打水啊 十句话 听说她是个干什么 不点别人一句 没有 不吃饭点就 你年轻啊 没什么药啊 有时候 我也在想 我真的希望 我做的决定 对吗 你不心疼你自己 妈妈心疼你啊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各位小姐 我们顶镇村的水库 已经三十多年了 这次我提议 进行重新修缮 规划图 是不是从我们田里过的 是的 那他们的田 也不种地 对不对 从他们山西过嘛 我家里狗子 我们家地狗孩子 你狗孩子 各位 不要打 各位 不要动手啊 我始终是个外人 似乎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他们现在 国内的患者 还在用着昂贵的进口药 我们的研究 是否真的是无解 你需要让我担心死吗 就是不能去跳伞 我不同意 我想过放弃 也许 不是所有人 都能飞上蓝天 走走走 我想过调走 也许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我想过停下 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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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走 你好好有人吗 亲爱的你儿 爸爸很想你 我一定要好好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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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是 的 是 是 我 是 你要怎样度过这一生 有人二十岁已经死了 有人七十岁还在发现生命的可能 有人终其一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有人为一件事找你 简单直流一直到我 忠于自我未必有结果 坚持努力也不一定换来成功 但有天回望过往 是心怀壮阔还是满心奥魂 取决于我们的每一个当下 愿你能 不负此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